大家好 我是《綜藝王很大》的超級粉絲 莊佳馨 《綜藝王很大》是我的其中一個孩子 離世的時候陪我度過人生最痛苦時期的解藥 一路看著《王很大》一起去玩了很多地方 一起成長 現在我的孩子們也看著《王很大》長大 我們學到最珍貴的精神 就是要堅持努力到最後一刻 精彩就是最後的逆轉勝 我們真的好愛《綜藝王很大》 愛你們 接下來要頒發投票投的最接激烈的 非正式競賽獎項 由觀眾票選決定最具人氣綜藝節目獎 是 這個獎項完全來自於民意 對 來了 這個獎項完全來自於民意 而且每一個節目其實都陪伴大家好長好長的時間 很溫馨 也謝謝觀眾一直都跟我們在一起 有你們的支持才是我們做節目的動力 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今年做的不一樣 也很有意義的設計 是 就是邀請這節目最支持的粉絲觀眾們 由他們擔任接獎人 一起來共享這個榮耀 讓我們掌聲歡迎 節目的粉絲觀眾們上場 給他們鼓勵一下 從來沒有上過金鐘獎的舞台 來 哇 都穿得好美喔 對啊 非常的正式 來 有請 請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綜藝玩很大的超級粉絲莊嘉欣 綜藝玩很大 是我的其中一個孩子離世的時候 陪我度過人生最痛苦時期的解藥 一路看著玩很大 一起去玩了很多地方 一起成長 現在我的孩子們也看著玩很大長大 我們學到最珍貴的精神 就是要堅持努力到最後一刻 精彩就是最後的逆轉勝 我們真的好愛綜藝王很大 愛你們 好好 好感動喔 好棒喔 好感人喔 對 我們做節目不只一覺一樂 而且還會療癒人心 真的非常的棒 來 我們請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極樂遊戲》的粉絲小姐 首先謝謝金鐘獎的邀請 《極樂遊戲》讓我感受到 五位主持人真實的互動 在疫情期間的創新 也讓我對台灣綜藝節目 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不管是目前還是幕後 不管是目前還是幕後 都能感受到他們的用心以及進步 謝謝 好有禮貌 還會謝謝幕後 掌聲鼓勵 有請下一位 我是太嚴重的粉絲 許如萍 看著嚴重的夥伴們 一切都是零開示 慢慢的變成一家店 而且全程沒有劇本 看著夥伴們慢慢的進步 覺得很開心 那謝謝漢營業中 哇 現在做節目喔 觀眾都騙不了了 他連每一劇本他都知道 好厲害 來 下一位請您知道了些什麼 我是天台沖沖的粉絲 顏勝倫 我從高中開始一直看了十三年 陪伴了我青春期時光 對 那我最喜歡 陳哥還有乃哥的主持 他們特別幽默好笑 感謝他們和節目帶給我的歡樂 掌聲鼓勵 你有沒有看到你最愛的陳哥 就坐在那邊 來揮揮手 來 送我個飛吻 來 有收到嗎 有收到 你誠意收到了 來 我們請下一位 我是原子少年的粉絲竹竹 看見台灣有一個這麼用心 這麼認真的選秀節目 真的很開心 謝謝這八十位少年 謝謝你們願意堅持 那我們一起付書台灣的偶像產業 謝謝 真的 就是有優質的節目 才有這麼優質的觀眾 對不對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接獎囉 好 來 第五十八屆金鐘獎 最具人氣綜藝節目獎 我們請得獎 小姐出臉 請再一步 這是你講耶 得獎的是 飢餓遊戲 恭喜飢餓遊戲 你親自頒獎耶 開心嗎 謝謝 謝謝 集合遊戲的粉絲 你先幫他拿著 等我一下 因為我穿得太雷碎了 不然我就幫你挑 我來了 來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飢餓遊戲的粉絲 由你們的支持 拉票 投票 我們獲得了這個獎 然後 實在有太多的粉絲 我本來要背的 但是背不起來 只能用看的 不論是五六粉 還是 花花粉 還有八三小粉 還有 青青粉 PS女孩 百萬橡米粉 當然還有 我一點點的主模粉 有你們的努力 我們得到這個獎 然後在這邊要講一下 在 前幾天吧 5566演唱會 他幫我們設計了一個 拉票的橋段 本來是不太願意 後來變成 真的幫我執行了 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以後自寫大一點 還有決戰之夜 他們沒有先約好 就一起來同框拉票 一起直播 真的非常感謝 還有一些藝人朋友 也接力的幫我們 一起直播拉票 這個一定要講 再來要感謝 中式節目部 廖副總 還有江傑 然後還有 旭安哥的監督 指導 讓我們得到這個獎 非常感謝 最後 最後 我們要把這個榮譽 獻給一個電視人 他努力了十幾年 也陪伴我們十幾年 他現在在另外一個世界 知道我們得獎了 應該也會很開心 安詳 快樂 然後最後 雞肉遊戲七週年了 我要前進澳門 然後也是會允諾 我就去跳澳門塔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再次恭喜雞肉遊戲